而说暑假到来 很多学生都会打工来赚零用钱 而要维护他们的公读权益呢 新竹县每年会击查像是加油站啊 餐厅等等常见的打工场所 也提醒打工族一定要牢记 求职三倍七步原则 像是要告知亲友蔑视的地点 不签约也不办卡 避免落入了求职陷阱 放暑假了 不少学生都会打工增加社会经验 也帮自己赚零用钱 劳工处就提醒七步原则 保障自我权益 避免落入求职陷阱 常见的打工纠纷 第一个最常见的 当然就是打完工拿不到薪水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从事一些工作以外的 合约以外的这一个工作要求 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大家领到的薪水 不急于基本工资 请一定要跟新竹县政府 劳工出来做通知 维护学子暑期公读权益 县赴每年6到8月 针对餐饮补习班 加油站等加强机查 去年52次劳动检查 就查获两家业者 未给公读生加班费 以及超时工作 都开出财阀 常见的劳资争议 有工资给付不足 没投保劳健保等 随着打工忘记到 劳工处提醒 求职前劳记三倍七步原则 像是先了解公司资讯 告知亲友面试地点 和详细检视真材内容 面试过程 切记不缴钱 不签约 不办卡 不饮用 不购买 不离生 也不做非法工作 而雇主不可雇用 15岁以下同工 违反劳基法将开罚 2万到30万元 那如果是15到16岁的 青少年的话 雇用一定要有 父母同意的文件 那另外最后要提醒雇主们 现在的基本工资啊 是25250元 时薪是168元 给付工资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低于 这样子的数字 现行基本工资 每月25250元 每小时薪水168块 给薪不可低于 每周工作不能超过40小时 初期打工陷阱多 求职者务必多加留意